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鱼醉》 长书新原著 光合金木制作 起点中文网 喜马拉雅 联合荣誉出品 第221集 我不知道事物的下落 不过我想知道失误下落的应该坐不住 那玩意儿从现在开始就成了不祥之物 谁沾上 谁都得被请来喝茶 难道还有人敢留着 藏着倒是有可能 可偏偏我们手里又有一把手术刀 正在以外人无法想象的锋利速度 剥去他们的层层伪装 他们难道不怕 得人赃俱祸 说到手术刀 许平秋的眼前掠过的是鱼醉那张坏笑的脸 他庆幸的地方也在于此 因为这把刀的刀柄 不握在任何人的手里 所以恐怕外部想干扰办案也难 我还是不太相信 已经犯案了 他们难道会回头投案自首 主动上缴 我虽然很少接触案件实力 但是这样的先例 真是闻所未闻啊 结果会很快 我即便知道是这样的结果 可我仍然推测不出过程 毕竟那个层面 我们这个身份无法接触到 要不打个赌 我猜招标会之前 这个事会圆满解决 许平秋这么笃定 反而让李卫国不确定了 许平秋又夹着马 你一定很怀疑那些无良俱伤的能量 担心他们做手脚 对吧 这次我希望他们手脚快点 晚了可就要露马脚了 我手里这把刀 有点二 谁都敢看 许平秋露出奸诈而戏谑的笑容 那笑容看得李卫国老大不相信了 对盗窃案 居然还有这种解决方式 实在让李卫国不敢相信 不过听许平秋这么一分析 他觉得非常有可能 毕竟那东西又不可以随意挥霍 此时盛失这么大 据说还要召开新闻发布会 那谁要是拿着 还真该火烧屁股 锁不住了 我说许初啊 你这样是不是太主观了一点啊 万一别有隐情呢 那俩嫌疑人到现在 都还不肯交代丧物去向啊 隐情肯定有 可我是领导 总不能什么细节也过问吧 我得站在高度上 我看你这是官僚 领导专案组了 都有心思坐这喝茶看报 我在这喝茶也是工作 多等一会儿啊 验证一下我的想法 话音刚录 电话铃声响 许平秋看看来电号码 接上了电话 王副厅长 您好 我是许平秋 都是同学嘛 这么客气干嘛 再是同学 你也是领导嘛 有什么指示 您说 那我就直说了 那案子怎么样了 机场失去案 刚立案 秦珍和特警的小伙子 手脚挺麻利 把两个作案的带回来了 正审着呢 很快就有结果 不错不错 这样吧 要不我亲自到您办公室 汇报一下进度 不用了 等审出来再来吧 好好 有了结果我再去 扣了电话 许平秋眉毛一挑 两手一摊 此时无声胜有声 李卫国知道 这是手脚很快的征兆啊 案子开始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关照 都等着看小会儿呢 刚一箭报就有眉目了 打听的人就来了 而且又是省厅的副厅长 又是市公安局的局长 这各种奥妙 恐怕要比案情更复杂了 李卫国还没来得及 再说一句话 电话铃声又急促地 响了起来 他突然明白了 原来老许坐在办公室 别有用意 就是把实际情况夸大一点 转大给所有 打探消息的人 消息就是一句话 很快就渗下来了 内秦闲得蛋疼 外秦忙得脚疼 警察行业经常如是说 不过骆家龙觉得 不管哪个位置疼都不好受 连夜查访了萧春梅 辨认无误 又寻访了杜迪那个老贼 确认无误 为了安抚这位老贼 不再去流浪成为治安隐患 于罪还编排了一番 黄三已死的瞎话 忙完差不多就天亮了 回去街上已经睡了一觉的 鼠标和李二东 马不停蹄地跑了一趟机场 了解了一下审讯的进展 然后又折回市区 来找楼宇辰和郭峰的近期行踪 而外围侦查专案组 交给刑侦七大队 和双流公安分局负责了 那些内勤居然还没上班 催是没有用的 现在就这个效率 于罪已经累到极点了 他在SUV警车后面 蜷缩着 呼呼睡上了 骆家龙也支持不住了 躺在后座 埋怨着于罪打呼噜 不一会儿 他自己也打着呼噜睡上了 睡醒一觉的鼠标和李二东 面面相去 东王 你说他们俩睡觉梦的是什么 人梦的是女财 老骆梦的 是娶回白富美来了 真没撞 说来说去都在女人身上转扬 哥不一样 哥昨晚上梦见澳门赌场了 横扫全场 躺在前队里睡觉呢 我翻来覆去想着 这么多钱怎么花呢 乃托 那是楼宇晨家里床板太硬 个子人不行好不好 你翻身把我都挤到床边了 真没点情调 梦梦也不行 亏哥梦里还想着 给你发上几十万 改变一下你的苦逼生活状态 甭来那虚的啊 早饭钱你请 我成你人情了 车停了 李二东跳下车去 鼠标也跟着下来 请这顿早饭 确实有点心疼了 你真是比云还不要脸 兄弟们打认识起 就没见你主动买过单 饭后等着上班 联系着上载机场的刘涛局长 听那边的安排 又从市区七大队和双流分局 拿到了监控上提取的画面 和追踪记录 案子有时候得一步一步地来 现代社会离群所居的人 已经很少了 只要在市区 只要有明确的目标 他就很难逃过 无处不在的天网监控 拿到手里的监控记录 已经整理成文了 外围的侦查也没闲着 把郭峰和楼宇辰 案发前半个月的行踪 摸了个大概 密密麻麻地打印值几大张 甚至还有询问过 出租车公司司机的记录 到了快十点 骆家龙醒了 车辆驶过一个路面的坑 一颠簸 把于醉也给高兴 两人揉着睡眼 几点了 十点了 无事了无事了 你们怎么没叫我呢 狗咬李东斌 看你们可怜 让你多睡会儿 还落埋怨 你俩睡得像一顿死猪 叫都叫不行 于醉两个人 就着矿泉水 抹了一把脸 监控追踪记录呢 李二东赶忙 递了一堆双连打印线 于醉和骆家龙一人一落 迫不及待地看上 这上面没什么东西 这不得了了呀 吹了一觉 都是福尔猫屎了 鼠标泼着凉水 有点看不惯两个人的专注 在他看来 绝对是无事半深沉 还装名侦探呢 地图 我念 你标注一下 于醉不理会 这俩说风凉话的 骆家龙拿着平板电脑 于醉说一个地名 他就在地图上标注一个点 这都是监控发现的 嫌疑人的去向 不过多数没有什么价值 超市 家里 美容会所 医院 药房 路名 地名 不一会儿 在骆家龙平板的 电子地图上 标了十数个点 有时候 不值钱的东西 堆积的足够多了 就显示出 它的价值来了 骆家龙的脸上 有了笑容 于醉和他相视 微笑着 似乎两个人 同时发现了什么 笑啥 笑得这么奸诈 好像我也会 从他日常行踪里 找到异于规律的 小概率的事件 我这行政课上学过 不可能啊 行政课 你比我睡觉还多 你怎么可能知道 哥在梦里学的 这点你不会吧 哎呦 你们找到黄森的照片了 那得记我手工啊 不是我看在电脑里的片子 你们都想不到呢 那工酸个屁 马上找到黄森了 啊 那个传说中三十年前 就横扫五元式的贼王 感情还在江湖上 已经埋名呢 究竟是怎么干的 你们看电脑上 他就藏在这里面 按正常的推断 这几个流浪儿 是被黄森带大的 他们之间的生活 不可能不发生交集 而且 我们本身就怀疑 还有其他同伙 所以 从他们案发前 十余天的行踪来定位 看 哪个地方的去向最多 我靠 这不是肿瘤医院吗 多人小说剧 鱼醉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